把100个男人和女人分别困在圈里 100个小时后 哪边人多就能拿到50万美元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红线 就会被淘汰 对于挣钱 男人和女人们都非常有信心 男人们甚至喊起了口号 试试不离开这个圈子 一定要把50万美元拿到手 可刚喊完就有俩出了圈 原因非常简单 一个要去找女朋友 一个要去上班 果然男人都是画饼高手 说到的从来做不到 其实这个挑战非常有难度 你没办法控制每个人 所以你也不确定 某个人什么时候会离开 但有一点 离开的人越多 人均分到的钱就越多 但话又说后来 离开的人越多 就有可能会输给对面 还会一分钱都拿不上 现在男人这边的情况比较糟糕 刚一开始 就有好几个人离开 有人觉得就算坚持完了100个小时 100个人分50万 每个人才能拿5000美金 还不如他去工地搬砖 那么问题来了 拉屎怎么解决 没关系 会有一个小卫生间供他们使用 虽然是大家公用 但总比拉地上好 现在过去了两个小时 女孩这边也开始动摇了 有回去喂猫的 还有回去上班的 因为为了保证挑战的公平性 当初所有来着的男女 事先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才会有人陆续离开 男人现在暂时领先 女人的数字在不断减少 但差距也不是很大 大部分人还是在坚持 因为他们知道 几千美元虽然不多 但能帮他们解决不少问题 这里就能看出男女的不同 首先是吃饭 提供的食物是燕麦片 16个男人因为对食物不满 离开了圈子 而女孩只有4个人 因为食物的原因离开 现在男女的数量 基本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71比70 睡了一觉之后 女人和男人又各自离开了几个 接着就是打发时间了 女人这边花样很多 把钱编成跳绳做运动 钱摆在地上跳房子 有些还做成了手工品 男人这边就是各种疯狂 当然这过程中 有人不断地离开 有些人因为不小心 有些人因为扛不住压力 但挑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给他们准备大厨 现场让他们饱餐一顿 但整体上看 这个挑战还是相当漫长且难熬 100个小时也就是4天多点 很多人已经熬不住了 因为老外的体位很大 这么多人凑在一起 时间长就很臭 待到这里是煎熬 第43个小车的时候 又为他们准备了特别节目 男人和女人这边 各有一辆小轿车 车钥匙会被藏在他们的厕所里 如果谁在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这把钥匙 车子就归谁 观察了很久 没发现到底是谁拿了车钥匙 只能挨个问 男人这边是一个黑格 发现了钥匙 拿到小轿车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放弃了挑战 而从这之后 这群大老爷们就像发疯了一样 把中间装钱的桶子都拆了 因为这里还有什么其他的好东西 第50个小时 又来了一期特别节目 面前是100个魔方 可哪队先把这些魔方解决完 输掉的那队 现有的圈子会被减少一半 这个难度很高 会玩魔方的人很少 但这些男人和女人中 各有几个会玩魔方的 所有的魔方都交给了他们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还要增加一些难度 这是对人性的考验 拿出1万美元给会魔方的人 他可以选择拿着钱离开 当然也可以留下 帮助团队去完成魔方 男人这边有个会魔方的 在金钱的诱惑下 果断选择了放弃挑战 女生这边就不同了 金钱打动不了这个会魔方的女生 但即使这样 也没改变最终结果 男人们靠着仅有的一个会魔方的人 赢下了魔方比赛 女生们的场地被缩小了一半 当然中途的小测试不间断 会拿出一个空的公文包 放在场地外围 经历过前面的福利之后 人们都会以为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大胆的人出去拿到箱子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失去了挑战的资格 当然这样的小测试在女生这里 结果完全不同 女生毫无反应 认定这里面肯定是套路 除这之外 还会拿出一个红色按钮 如果有贪心的人按下 他们现有的圈子将会失去一半 贪心的男人再次出现 不顾同伴们的反对 果断按下 自己被淘汰不说 还失去了一半的领地 女生的结果还是一样 根本没人理会这个按钮 从目前的情况看 女生赢下挑战的机会非常大 还有十个小时结束 他们将迎来最终的挑战 现在男女各剩下一半的场地 这些场地会被等分成十个部分 每过一个小时 就会失去一块地方 剩下的要做出选择 先留下哪一块 当然 他们还是不能触碰当中的红线 剩下的几个小时 他们都是在讨论 合理分配剩余空间 当然规则非常严格 这当中又有几个人不小心被淘汰 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个小时 男人们始终不愿意放弃厕所 把厕所留在了最后 倒是有九个人挤在厕所里 果然男人最终的归宿是厕所 没错 现在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而最后的结果也出人意料 女生留在圈内的有35个 而男人只有33个 女孩赢得了最后的比赛 赢得了50万美元的奖励 35个女孩 每个人能分到14000多美元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